Hello 大家好 我今天做一個直播 跟我們中國的朋友們說一下 中國聯通的這個騙人的電信公司 今天的話呢 我是在中午12點41分 收到一條中國聯通發過來的短線 收到我的手機 中國手機號碼的遺額剩下4.78元 然後到了這個晚上 它沒顯示時間 然後顯示我可用的遺額的話呢 是0.22 這個手機可以作為品種 然後的話呢 我就撥打了他們的賀福 當時的話呢 我是錄音的 因為我是浩雷才錄的 所以之前沒有錄 全部錄完 現在我把這個錄音播放一下 給他們聽一下 說我的顯示我的遺額是4.78元 今天中午 然後現在的話呢 它又發一個短線說我的遺額 可用額度的話呢 才0.22 也就是說我今天的話呢 我都沒幹什麼 事壞多 就不見了 你問你在國外哪裡 泰國啊 泰國啊 泰國 是的 那你什麼時候去泰國了 我是 在國內這邊 其實也使用了流量 也在國內拿了電話 現在還在國外發的有短電 還有一段外來打電話 你查一下你的圖畫紀錄 上網最近 你聽我講 我是說今天的事情 因為之前的話呢 我的話費一直在撿 我就不管了 就是說今天 現在的話呢 我是中午 接到一條4.78元的可用額度 我知道 我看到那個短線了 那你今天 你確定什麼都沒幹 對 我今天 我這個短線也沒發 沒有 沒有 網網上的倒是WiFi 對 那就幫你反饋吧 48小時內 會有人電話聯繫你 給你 給你查出來 你這 100塊錢 是扣到哪裡了 對 嗯 看我小孩小孩的 所以我現在有誰打電話 問你到底是什麼回事 我都沒動什麼 我用無故的去扣我這個話費 沒事 好 你說你沒用 我們就幫你查吧 他到之後 會有人電話給你打過去的 到時候 你就清楚了嗎 你也沒有疑問 誰也沒有疑問 好的 好的 OK 然後的話呢 剛才又接到一條短線說 我的 花費的話呢 是 已經用盡了 沒有了 所以我剛才 又幫他送了10塊錢 結果的話呢 送了10塊錢的話呢 帳戶可用以後的話呢 他是負2.8塊錢 所以我覺得中國聯通的話呢 一直騙人 太惡人了 所以呢 我提醒廣大的中國的朋友 用這個聯通的 大家要注意 因為我被他騙過好多次了 雖然我在泰國在國外啊 但是我還是想提醒大家一下 然後我反應了這個問題 那邊的話呢 也說他已經跟我反應了這個問題 謝謝啊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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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